今天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 连云港至延城铁路开工建设 新建连云港至延城铁路正线全长234公里 相关支线工程76公里 建设工期三年半 投资总额260亿元 设计时速200公里 起点自连云港石桥终点到延城 全线设石桥干于连云港 海州 董吉 阳吉 田楼 祥水 滨海 复宁东 设阳吉 延城北12个车站 延岩铁路是我国东部沿海 客户运输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实施江苏沿海开发国家战略的 重要基础设施项目 延岩铁路连接既有的龙海铁路 和新一致长青铁路 并将与规划建设的上海至南通铁路 青岛至连云港铁路等一起 共同构成贯通环渤海长三角的 延海铁路大动脉 对改善沿线人民群众出行条件 加快延海开发 提供有利的运输保障 感谢观看